好来看到今年的花莲县的疫明季活动是8月15、16号两天 以疫明爷绕境的方式办理 改变往年全线聚集的活动方式 让民众减少群聚 希望疫情早日趋缓 让经济早日回归正轨 今年的花莲县疫明季活动是8月15、16号两天 以疫明绕境方式办理 改变往年全线聚集的活动方式 让民众减少群聚 希望疫情早日趋缓 让经济早日回归正轨 我们的疫明季 我们疫明也每次7月20就有庆典 所以说我们每次以前都有挑饭 都有奉饭这个洗手杀猪比赛 以前都有现在为了潮流 所以现在就把这个缩小就没有杀猪 就准备了很丰富的那个季品 客家疫明祭祀是为感念疫明先祖 为保卫家园土地的牺牲奉献 而花莲县也特地从新竹县 疫明总庙分乡到客家出一楼的疫明堂 借由疫明节在客家文化里的重要信仰 如同疫明爷舍身守护家乡 民众以及手足的异举 更希望是客家传统疫明精神的实践 记者综合报道